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来慢聊10分钟吧 最近有网友他跟我反应说什么,最近这个翻墙呢是越来越困难了 而且有很多那个翻墙软件吧,实际上那都是被监控的 如果说你要是下载那些比较常用的翻墙软件 你来上网的话,来到墙外的话 你实质上你就是等于是裸奔 你在墙外你用了哪些软件,你看了什么新闻 你说了哪些话,都是裸奔的 刚开始我是不以为意啊 然后后来呢,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 哎呀,我又去被核查了 这次呀,这个一下我家里来了七八个 然后把我老爹吓得不轻 把我们把我们那个什么剧委会大妈也吓得不轻 他不光是吓唬你一个人 他连你整个家族都吓唬 搞得你这个小区都知道你这个事情 你这个人好像惹什么事一样 而且这个被因为翻墙被请追核查的人最近特别多特别多 所以说现在是翻墙越来越难了 要想翻墙一定要找好那个靠谱的软件 或者说用一个平时不用的手机 避免被追踪到 既然不翻墙了呢 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在墙内看一些公众号吧 说一下我经常我看一个公众号文章 六神累累读金庸的那一个 很多朋友可能也看过啊 我也是他的粉丝 也是他的读者 他昨天前天吧 他哪一篇文章啊 他写了一个关于这个郭靖跟杨康这么一个一个话题啊 说什么杨康呀 从小就是说是含着金钥匙啊 在赵王府里边啊 然后呢这个郭靖呢 这穷苦人家的孩子 静又不一样 老师不一样 然后呢 环境不一样 然后呢 为什么后来杨康呃 没有一个好的下场 反而郭靖就逆袭了 呃成为武林盟主了 武林爸爸了 呃到最后呢 他突然间一点题 主要还是大静国完了 呃 杨康他爸不行了 呃 不然的话杨康他还会继续牛逼 继续行 我就想这什么意思呢 这样有所指啊 按照六声嘞嘞的这种套路 肯定是要有 按按字里要 透出什么事情吧 肯定是要指某些事情吧 呃 我想了好几天 哦 我今天我再一看新闻啊 王思聪的事情 哦 火人大悟呀 这六声嘞嘞真的是水平高啊 是吧 把话说的滴水不漏啊 呃 没有一丝破绽 你得去误 你得去想 王思聪就是 现在你看看 他是现在什么 微博也被清空了 然后这个资产呢 也被什么 呃 被强制执行了 是吧 那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不行了呗 所以说王思聪 现在也就不行了呗 早几年那时候 最流行的两个词啊 一个是马云爸爸 一个是王思聪老公 哎 就是说 天下的眉少女啊 都想嫁给王思聪 哎 然后都想认马云当干爹 哈哈 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点啊 马云跟王思聪 有一个共同点啊 都是有钱 现在呢 都不行了 都被共产了 你看王建林 想要去拓展海外市场 上面一句话 马上就给拎过来 治得服服帖帖 马云呢 猪啊 养肥了 开始宰了 开始共产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让你去放手的 去拓展市场 那时候就是说 挂上国家给你支持 照着你啊 你去放手了 去拓展市场 然后养肥了以后 干共产了 那时候党支部该介入了 是党的政策 造成了你 造就了你万达 是党的政策 造就了你阿里巴巴的帝国 是党培养了你 给了你机会 让你成为首富 然后你现在是不是要回馈国家呀 你要是不回馈国家的话 那么是吧 自己看着办 然后呢 就乖乖的 治得服服帖帖 王剑林被治得服服帖帖 马云被治得服服帖帖 马化腾也被治得服服帖帖 而且现在我听一些别人报的一些内幕消息 说马云跟马化腾将来肯定是 没命 是这么说的 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现在呀 我觉得 你别看他们有钱 其实我觉得他们生活没有我们开心 我们在国外其实都很自由 就是你不犯法 你就过一个遵纪守法过个小日子是吧 在一个法律的框架之内去生活 包括我做油管 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去 去找一些话题 说一些话 咱也不说那些什么反人类的话 也不像那个萨莎那样 一天到晚了 再去什么传播种族歧视是吧 也不侮辱别人 那没人管你 没人搭理你 有时候你说几句粗口 抱几句脏话 警察叔叔都不搭理你的 特别是你看着骂什么美国总统 你怎么骂你都行 只要你别犯法 就有一个界限 你不要过那个度就行 所以说在国外生活还是比较自由的 还是比较舒服的 蓝天地水 白云很舒服 你说现在像王健林 马云 包括王思聪老公 他们 他们现在生活的应该是不快乐 特别你看他们是很有钱 很有钱突然之间没钱 我觉得他们就是说 生活一下就跌 跌了一个低谷 你看像当年王思聪 他玩游戏都可以杀几百万 是吧 周围有美女环绕 想去玩什么 直接杀钱行了 一群美女到家里面来 穿上什么女服装 玩cosplay 哎呀 看到那些什么 看到那些小年轻啊 是羡慕不已 哎呀 真的是想什么时候 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可惜没有一个好爸爸 现在呢 在国内有钱未必是好事啊 就要去剪羊毛 刚开始呢 你没钱的时候 说改革开放 让你放开手去赚钱 你怎么赚都行 你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你是通过环境污染也好 你是通过什么偷水漏水也好 你还是通过什么贪污收费也好 你就赚钱 一等到你赚到了钱之后 哎 然后再开始慢慢的收拾你 我国内有个有一个朋友是搞旅游的嘛 搞旅游的时候呢 然后也是赚了点小钱吧 在海南那边 然后呢 他去报税的时候吧 就发现是百般刁难啊 他去那些水舞局去办事的时候吧 他工夫里他有辆宝马 他不敢开 他就让司机带着他 开一个碰面猫车去水舞局去办事 就是为了跟他说 生意不好做呀 这个费用 那个费用 你这个是吧 我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呀 然后呢 那个水舞局那边什么领导啊 跟他说 是国家给你机会让你去赚钱 你才能赚钱 你赚了钱 你难道不要去反馈国家吗 不不 难道不要去回馈 这种党的政策吗 说的是振振勇词 现在国内就是这样 国内现在你看现在制造业也不行了 然后现在有些一系列的危机啊 房地产制造业 粮食危机 我怎么又开始黑中国了呀 我不想黑中国呀 关键是他有白的地方吗 对了 你要说这个有好的消息呀 那当然说点好消息啊 说什么中国发出了对台湾呀 什么会台26条 是吧 这个乍一听起来好像是 哎呀 对于那种台湾的投资商啊 又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鼓励台湾去那边什么工作 什么创业呀 或者是给各种各样的机会呀 各种各样的福利政策呀 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但是呀呃 如果说是那种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去仔细去思考一下 就觉得这个26条呀 其实是有一些陷阱在里面的 因为这个国内的政策呀 他他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啊 他是一个人质 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顶尖那几个决定 决定国家政策的人 他们决定的 今天给你给你一个26条什么会台政策啊 你要是被你这26条去了 你可能前期你会呃 收到一些甜头 会尝到一些好处 但是你一旦尝到甜头尝到好处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给你来一些附加条件去捆绑你 你看像之前有许多那些台湾的媒体呀 都是被那种被控制了 在台湾呀 一天到晚宣传这个老共 去宣传一国两制 去宣传这个祖国统一怎么怎么样 那就是因为刚刚是在国内啊 台商去大陆做生意啊 赚了点钱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给你这个吃糖衣炮弹 慢慢慢慢让你这个利益捆绑利益链 把你捆绑在一起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你在这边赚钱可以 但是呢 你必须要去通过一些潜规则的操作 你才能把钱赚了 你只要你通过这种潜规则去赚钱 你就不可避免的去 去做一些什么所谓什么偷出乐也好 还是什么偷鸡取巧也好 还是什么环境污染也好 什么什么节能减排 这个你没有 你不可能全部都达标的 你多少会有一点点违规 多少都有 然后呢 这些都会成为一个 他们抓住你的把柄 然后以这些把柄来要挟你 你答应我的条件 然后咱们就 你就可以至于赚钱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 你不但赚不了钱 我还要让你身败名裂 所以说你说这个会台26条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陷阱 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它政策说改随时都能改 只要上面一句话 什么26条 它马上就可以变成其他的 就可以能就可能去变了个味 你看什么 有一部小说 那个动物农场吗 刚刚是农场里边制了七条 然后呢 逐条的改 逐条的改 过一段时间改一条 过一段时间改一条 到最后 到最后那一条什么 四条腿好 两条腿坏 到最后就变成了四条腿好 两条腿更好 这个政策呀 你是 它是靠不住的 国内的政策是靠不住的 不管是对什么政策 所以说扯到这儿呢 就是对那些台湾的朋友 稍微放个话 就是说所谓这种 对台26条会台政策呀 千万不要相信 这是一个坑 你跳进去 想爬上来 就很难了 所以说你在国内呀 没有人可以真正的 就是说长长久久 没有人说我在国内 我赚了钱 我就可以把我的财产 继续往下传 可以在一个法治的 这种环境之下 让自己的生意啊 让自己的家族 永远兴旺下去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啊 它本质上 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什么是共产主义国家 这个是一个双重解释的 需要你钱的时候呢 就共产 所以说你看那些 在历史上 那些地主 他们就是说 已经被地主阶层就没了 他们是本来是财富的拥有者 他们是创造财富的 他们也是一种 可能是几百年 传下来的家族 到了土盖以后 夹击两百万地主 没了 他是批着资兵主义的 外衣本质上还是什么 还是共产主义的集权模式 是这么一回事 你有钱 他就要搁紧羊毛 只看他想不想搁而已 明眼人嘛 都已经跑了 特别是李嘉诚 哎呀太聪明了 李嘉诚真的是太聪明了 把钱捞够了 然后一看江家 逐渐的这个势力不稳了 赶紧跑路 跑英国去 所以说李嘉诚特别的聪明 现在你在看什么 潘石屹也跑了 潘石屹的几个儿子 都是英国美国 是吧 哈佛到处跑 就算是潘石屹留在国内被抓了 我也不怕 我的儿子全都走了 我自己随便就交给你 怎么着吧 是吧 我钱我不要了 我房子我不要了 都给你了 反正我的儿子也出去了 资产也都出去的差不多了 是吧 其实在国外呀 钱不用很多 在国外生活 你就会发现啊 钱多了一定程度之后 它就是一串硕字 你看兵不要钱 上学不要钱 是吧 这些基础的福利都有了 人活的安全 你有钱 你得干嘛去 所以说现在国外不是很多富豪 他们都是喜欢去做慈善吗 他们要去寻找人生意义 他们觉得钱已经花不完了 是吧 我有钱 我住别墅 我两百万欧元的房子 我住着不过瘾 我有两千万欧子 两千万欧好家住着还不过瘾 我住两亿的 然后他发现 人生就开始物质极度 就是到达极限的时候 就会发现空虚了 没有追求了 怎么办 那就从另一种维度 去拓展生命的一个宽度 生命的高度 已经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 就应该开始去拓展生命的宽度 所以说他们就去选择去做慈善 去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丰满 在国外生活呀 真的就是说 钱呢 只是一个数字 如果说你没钱呢 这边照顾弱势群体呢 你也不用去担心这个面包的问题 在这边呢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 从那些残疾人呀 到那些老人呢 都有面包吃 这是肯定的 当然了 就是国外呢 也分勤劳跟懒惰 如果说是勤劳的人呢 他们赚的钱会稍微多一点 然后在物质这一块呢 会稍微富足一点 如果说懒惰呢 国家也不让你饿死 也给你面包吃 也让你去看病 也让你上学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哎 总而言之吧 在国内这一块呀 就像我刚才开头说的那样 那个看六十类类的文章 为什么杨康不行了 关键是大金不行了 关键是杨康他爹不行了 赵王府不行了 如果说大金国还继续行 如果说他爹还继续行 那么杨康他还继续行 那么郭靖呢 他还是那个穷小子 他还翻不了身 主要就是还是这么一个情况 今天给大家就随便慢聊几分钟 聊点轻松的话题 不用每次都搞得特别沉重 啊